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无论是假新闻,外国势力干预大选,还是用户信息遭滥用 我们都没有对自己的责任有足够的了解,这是错误,我很抱歉 Facebook创始人首席执行长扎克伯格周二在欧洲议会接受讯问 就该社交媒体上个人数据遭到滥用,向议员们做出解释 此前,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以不当方式获取到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 其中包括270万欧盟用户数据,扎克伯格对此向欧洲议会表示道歉 他在开场词称,在过去几年中,公司显然没有做好工作 防止Facebook开发出的工具被恶意滥用 在当天的质询中,扎克伯格身穿西服,与欧洲议会议员们围坐在圆桌旁 情形于上个月他首次在美国国会坐镇,如出一辙 当时他也不断就用户数据泄露问题道歉,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每位欧洲议员有三分钟提问时间 他们的问题多数集中在明年欧洲选举时 社交媒体潜在的影响以及隐私方面的担忧 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Facebook的业务操作以及对数据的运用 与美国国会坐镇相比,扎克伯格这一次在欧洲议会的亮相并没有太多新意 他重申了之前在美国国会陈述的一些观点 包括通过雇佣更多人手、开发人工智能等方式 过滤仇恨言论和其他违禁信息等 扎克伯格在谈到未来18个月要进行的各种选举时承认 公司之前对于这个领域的社交媒体攻击以及信息操控等 未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今年Facebook公司安全业务的雇员数量增加了一倍 到年底之前将达到2万人 他同样也拒绝回答有关非Facebook用户 如何能不让该公司收集其数据的具体细节问题 上月Facebook表示 没有计划开发出能实现这一功能的工具 另外一个扎克伯格未能给出满意答案的是 关于Facebook是否从其用户 以及WhatsApp用户数据之间交叉引用的问题 最终会议推迟了15分钟结束 但扎克伯格并没有回答议员们的提问 他承诺通过其他方式继续回答议员们的提问 针对未来是否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的提问 扎克伯格说公司将把整个平台锁定后 对大量数据进行筛查 将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进行全面调查 包括自解 5月25日起被视为世界最严的欧盟隐私法案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将生效 回答相关提问时 扎克伯格说脸书将遵守这一新法规 目前正在就新法规进行调整 希望能在5月25日之前完成 今年欧洲将举行多场选举 被问及脸书平台遭利用干涉选举的问题时 扎克伯格回答 脸书将利用人工智能等多种手段 确保不让任何人通过脸书平台干涉选举 关于有议员提出的对Facebook垄断性市场地位的质疑 扎克伯格说公司不存在垄断 公司存在于一个十分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人们有很多不同的沟通工具可以选择 广告商在选择投放平台时也有多种选择 但是仍有很多议员对扎克伯格的回答不满意 认为过于宽泛 而且没有正面回答重要的问题 欧盟本周将正式实施严格的数据保护新规则 即通用数据保护法规 违反企业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营额4%的罚款 扎克伯格表示 Facebook将遵守这个法规 并强调了对欧洲市场的重视 计划年底之前在欧洲雇佣1万名员工 通用数据保护法规是欧盟2016年4月通过的一项数据保护条例 该条例全面限定了企业获取和使用欧盟公民个人信息的权限 并给出了相应的违规处罚标准 今年5月25日起开始执行 通用数据保护法规被誉为史上最严格的个人资料保护规则 原则上任何持有或控制以及任何实际处理欧盟个人资料的个人或法人 均会受到通用数据保护法规的效力影响 换句话说 纵使国外企业在欧盟完全没有实体营运 也必须确保公司内部在取得与处理欧盟居民个人资料的流程 符合通用数据保护规则的规定 根据新规定 企业若要对员工客户第三方等人员个资 或任何可识别特定当事人的数据进行搜集 使用存储监控或者传输等处理 皆被视为企业的试图侵入个人隐私 所有企业有义务对受影响的个人进行个资告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苹果、Facebook、Twitter等多家硅谷高科技公司 都已经修改全球个人隐私政策 以适应新法规 彰显欧盟法规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近十年来 全球已有120多个国家参考欧盟各资法规来进行本国立法 除了个人资料法以外 欧盟不断提高不同法规的门槛 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都将欧盟法规视为自己 全球政策的参考指标 一些国家也仿向欧盟的法规而进行立法 好 感谢收看华尔街焦点